梅恩长老在这次总统大会第一个场次所做的开会祈祷得到了回答了 灵感已经透过美好的信息和优美的音乐临到了我们 罗素纳尔逊会长应许 本次大会将是值得纪念的 这应许已经开始实现了 纳尔逊会长已指定今年是纪念父神和他的爱子耶稣基督 在意象中向约瑟斯密显现的两百周年 纳尔逊会长用力个人的计划来准备自己参与这个深具历史意义的大会 他说这次的纪念将是教会历史上的关键时刻 而你的角色极为重要 像我一样各位或许听到他的信息的时候会自己问 我的角色在哪方面极为重要呢 或许你读了复兴的事件并且为之做了祈祷 或许你比以往更认真的阅读父神介绍他爱子的那些少数的时刻的记录 或许你读到了救主对我们的天父的儿女说话的一些事迹 我知道我自己就做了这一切和其他的事情 我在研读当中找到了与神的圣旨和各福音期开启的相关资料的时候 我真的感到谦卑了 我了解到我为这次大会所做的准备 正是我个人历史上的关键时刻 我感受到内心的变化 我感受到一份新的感激 对于能够受邀参与这项庆祝福音持续复兴的活动 我感到满心的欢喜 我想象其他人因为各自审慎的准备 而感觉到更快乐 更乐观 而且更有决心在主所需要的任何职务上服务 我们所遵从的这些超凡的事件 是预言中的最后福音期的开端 主在这个福音期正在准备他的教会和人民 那些承受他名的人来迎接他 为了迎接他的来临 其中一个准备的环节就是将 就是他将提升我们每一个人 好使我们有能力面对这世界历史上 前所未见的灵性挑战和机会 1840年9月 贤侄约瑟斯密和他在总卫会长团的资历们 发出了以下的宣告 主在这末世的工作是一项非常重大的事工 而且几乎不是世人所能理解的 其荣耀无法形容 其伟大难以超越 自世界创造以来 经历各世代到今天 一直鼓舞着众先知和一人胸怀的 就是这个主题 这就是真正圆满时代的福音期 所有属于耶稣基督的万物 不论在天上或地上的 都将聚集重归于他 万物将复兴 正如自创世以来 所有圣先知曾经说的 因为主对我们祖先所做的荣耀应许 将在此福音其应验 而至高者的力量 也将伟大荣耀非凡地展现 他们继续谈到说 我们觉得大家应该向前迈进 群策群力 来建立国度 让圣职在其圆满 和荣耀中建立 要在末世成就的 这项事工极其重要 需要圣徒运用心力 技能 才干和能力 好使他能如先知但以理所形容的 带着荣耀和尊荣 向前推进 因此需要圣徒 同心协力 来成就如此重大 重要 伟大的事工 我们在万事陆续复兴之中 将做哪些事 以及何时要做 其中的许多细节 尚未被显示出来 然而即使是早期的总会会长团 也知道主已摆在我们前头的事工的 广度和深度了 以下列举几个我们确实知道将发生的事情 主会透过圣徒将他的福音的恩赐 给予各国 各族 各方 各民 科技和奇迹会继续地扮演着某种角色 各个得人如得鱼的 个人也将带着能力和加真的信心去施主 我们大家在日益增多的冲突中将变得更加合一 我们将聚集在充满福音之光的团体和家庭 和他们的灵性力量之中 即使是没有信仰的世人 也将承认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 并了解神在其上的大能 忠信又勇敢的门徒 会每天在生活中无惧 谦卑 且公开地承受基督的名 那么我们每一个人 要如何才能参与这项如此重要而伟大的事功呢 纳尔逊会长曾教导如何让圣灵力量获得成长 当我们对耶稣 是基督这件事情越来越有信心 而把悔改视为令人喜悦的机会的时候 当我们了解并相信天父垂听我们的每一个祈祷的时候 当我们努力服从并遵行诫命 就会更有力量去接受持续来到的启示 圣灵会成为我们经常的伴侣 即使周遭的世界变得更黑暗 光明的感觉仍然会与我们同在 约瑟斯密是这种灵性力量如何增强的榜样 他向我们展现了信心的祈祷 是获得来自神的启示的关键 他凭着信心祈祷 相信父神会回答他的祷告 他凭着信心祈祷 相信唯有透过耶稣基督 才能摆脱为罪而感受到的愧疚感 他凭着信心祈祷 相信他需要找到耶稣基督的真实教会 才能获得那样的宽恕 约瑟斯密在担任先知的期间 都运用了信心的祈祷 来获得不断的启示 我们在面对今日与未来的挑战的时候 也会需要去实行相同的模式 白汉杨会长曾说 我不知道对后期圣徒而言 除了每口气都几乎用来祈求神 引领和指导其人民之外 还有什么其他的方式 圣瞻祈祷文的这些字词 应该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写照 一直记得他 他是指的是耶稣基督 接下来的字词 并遵守他的诫命 说明了记得他 要我们记得他是什么意思 我们一直记得耶稣基督的时候 可能会在安静的祈祷中求问 他要我们做什么 这样的祈祷 凭着对耶稣基督的信心 而献上的祈祷 迎来这个最后的福音期 在福音期持续展开的过程中 这个将是我们每一个人 所扮演的角色中最重要的部分 我像各位一样 已经找到了这种祈祷的美好榜样 第一位是约瑟斯密 他凭着孩子般的信心 求问主要他做什么 他的答案呢 改变了这个世界的历史 对我而言 一个重要的教训 来自于约瑟在跪下来祈祷时 如何回应撒旦的供给 我从经验中得知 撒旦和他的仆人 努力要我们觉得 千万不要祷告 当约瑟斯密用尽权力呼求神 把他从仕途 捆住他的力量中救出来的时候 他求助的祈祷得到了回答 天父和耶稣基督也显现了 撒旦之所以如此激烈地 尝试阻挠复兴的开端 是因为约瑟斯的祈祷 是如此的重要 你我在这时持续不断的复兴中 扮演的角色 当然是比较小的 然而复兴的敌人 仍然试图阻挠我们做祷告 约瑟斯的信心和决心的榜样 可以加强我们的决心 这是我在祈祷中 感谢天父赐给我们先知 约瑟斯的许多原因之一 我在持续的复兴中 努力扮演好自己的角色的时候 摩尔门经中的以诺士 是我信心祈祷的另一个典范 不论你的角色为何 都可以将他当作你个人的良师 像约瑟斯一样 以诺士凭着信心祈祷 他这样描述自己的经验 他说 我的灵魂饥饿 我跪在造物主前 用热烈的祷告与祈求 为我的灵魂向他呼求 我整天向他呼求 夜幕低垂时 我仍然提高声音 使之上达天庭 有个声音临到我说 以诺士 你的罪得赦了 你必蒙福 我以诺士 知道神不会说谎 所以我的罪已抹掉了 我说 主啊 这是怎么做成的呢 他对我说 因为你对那 未闻其声 未见其面的基督 有信心 再过许多年 他就要以肉身显现 因此去把 你的信心 使你接近了 下面这几个字 你 祝福了我 因为你对那 未闻其声 未见其面的基督 有信心 约瑟 怀着对基督的信心 走进树林 并且借 祈求从撒旦的力量中 获得解救 他尚未见过 父与子 但凭着信心 全心全力地祈祷 以罗斯的经验 教导我 同样宝贵的教训 凭着信心祈祷时 有救主作为 我在父面前的忠宝 我可以感觉到 我的祈祷 上达天庭了 得到答案了 也获得祝福 即使在艰困时期 仍然有平安与喜乐 我记得 当我还是 十二使徒定额组 最新的成员的时候 曾与大卫海会长 一起跪下来祈祷 他大概是 在我现在这个年龄 面对着我现在 应该经历的挑战 我记得 他的祈祷的声音 我没有睁开眼睛去看 但听起来 仿佛他在微笑 他用充满喜乐的声音 跟天父说话 当他说 奉耶稣基督的名 我可以在心中 听见他的快乐 听起来仿佛 海长老感觉到 救主在那个时刻 正在证实 他对天父的祈祷信息 而我确信 那信息 肯定是笑着被接受的 当我们对耶稣基督 是我们的救主 天父是我们的父亲 更有信心的时候 就会更有能力 去为这美好 而持续的复兴 做出极为重要的贡献 我们只要凭着信心祈祷 就会变成在主 准备世人迎接他 第二次来临时 担任他事工中 极为重要的角色 我祈求 当从是主邀请我们 每一个人去做的事工时 我们都能得到喜乐 我见证 耶稣基督活着 这是他的教会 和他在地上的国度 约瑟斯密是复兴福音的先知 罗素纳尔逊会长 是主今日在世上的先知 他持有耶稣基督 后期圣徒教会中 所有的圣职全要 我将见证 怀着喜悦的心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感谢观看